要記得今天2022年10月22日 歷史性的一刻 台灣電視史上的奇蹟 恭喜最美的四弟 陳雅蘭掌聲尖叫一下好不好 恭喜大家 謝謝你 哇很振奮耶 好嗨喔 感恩姐 有沒有什麼 楊哥 姐 有沒有什麼想要補充的 妳的幸福也混亂了嗎 對 我有混亂了 來看一下鏡頭講一下 直播鏡頭 謝謝 真的 真的非常感動 我一直 因為真的 賣了三棟房子之後 我真的 現在正努力 拼命的賺錢 昨天還在拍戲 大家就問我說 那為什麼不在家裡敷臉啊 明天很重要的一刻耶 妳要放鬆啊 泡澡啊 按摩啊 我說不行 我要賺錢 然後呢 就是還好在事前呢 我們公司都把我的禮服安排好了 所以我才能今天又帥又美的 自己這樣發講 不會不好意思 美很帥 對 能夠上台 那聽到我有得獎的那一刻 真的很不可思議 我真的真的非常感動 我真的覺得全世界都沒有人敢這麼做 我們台灣敢頒這個獎給女... 頒戲劇最佳男主角獎給女演員 是走在時代的尖端 是 我覺得對很多跨性別者來說 也是非常的意義重大的一天 所以雅恩姐 哥 之後的歌仔戲 這一陣得獎的時候會不會催生下一部的歌仔戲 趕快出來呢 我已經因為粉絲的鼓勵 還有很多人告訴我說 你既然嘉欽均由台灣已經做出了一個成績 因為我們累計的收市率 累計收市的人口大概有1500萬以上 所以呢就鼓勵我請就是呼籲一些董事長來投資 但是我說不要叫人家投資一定會賠錢 他可以支持跟贊助 那我現在也發起了 就是繼續打算拍攝下一部 嘉慶均在由台灣 我發起了集資的活動 但是我是電視劇第一個發起集資 而且是第一個用信託 就是我不能任意動用這筆錢 大家支持我之後 然後我不能任意動用這筆錢 除非我到哪個程度開開 銀行才會撥款給我 我是非常有誠意的想做 賣了三棟房子 而且自付銀貴應該算也是很有誠意 隨著我都不會做貪賬枉法的事情 希望大家繼續在支持 嘉慶均在由台灣 謝謝金鐘 市立 陳亞 來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市立稍等一下 等一下我們等事後單身 等一下一起來合體一下 好嗎 就是